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 如到长城非好汉 不吃烤鸭可真遗憾 对初到北京的游客来讲 吃烤鸭的重要性 绝对可以与爬长城逛故宫并列 由此可见北京烤鸭影响之大 北京烤鸭以其色泽红艳 肉质细嫩 味道醇厚 肥而不腻的特色 被誉为天下美味而驰名中外 而烤鸭的吃法 是首先以利刀将其削为薄片 用烙制好的荷叶饼涂上甜面酱 然后放上葱丝烤鸭片等 卷而食之 极为香 关于烤鸭的形成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 金航大运河便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 通过曹运 人工殉养的鸭子随船队到了北京 烤鸭也传到了北方 并由民间小吃变为宫廷美味 清朝满族官员更是喜欢吃烤鸭 烤鸭是宴席上不可少的真品 据说清代乾隆皇帝以及慈禧太后都特别爱吃烤鸭 从此便正式命名为北京烤鸭 本期节目 我们将向广大观众介绍北京烤鸭的制作技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北京烤鸭要选用日龄在40天以内的英致北京田鸭 所进的鸭批要经过严格的卫生检疫 并做到动物防疫合格证 卫生许可证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三证齐全 有严格的进货记录 合国品必须是摘进细毛毛根洗进口腔 而且鸭批表面无破损 无淤血 标志肥厚 肉质细嫩 重量约为五斤八两至六斤 一只完好的鸭批 从开生到烤制要经过浸糖 清洗打钩 烫批 亮批等多道工序 烤鸭的净糖 烤鸭的净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 就是不给鸭子开糖 只在鸭子身上开个小洞 就能把内脏完整无损的全都掏出来 首先 在退进锚的白条鸭脖子上拿一小口 将食管气管切断 掰开鸭嘴 取出鸭舌 并用刀切掉鸭脚 鸭翅 然后在刀口处皮下冲气到皮下脂肪和皮肉之间 使气体均匀地充满鸭子全身 冲到八层满 冲气的目的是使其皮肉分离 全身鼓起 显得饱满 对于烤制的美观 鸭子的净糖 是在鸭子一侧的内下 开以三厘米左右的刀口 并用手指将鸭子腹腔内的大长头拉断 按顺序取出内脏 先掏出气管 食管 然后是压心 压针 压肝 压肠 最后是压肺 内脏取出应保持鸭子的完整不破损 同时要求从鸭肚子里取出的内脏也完好无损 以便再加工成其他的菜肴二次卖价 静糖后 在鸭糖内放入一根八厘米左右长的高量杆 支撑在鸭脊骨和胸图三叉骨之间 行内称这高量杆为鸭撑子 放鸭撑子的目的是使鸭子表皮伸展以保持鸭子的外形丰满 烤制时可以均匀受热 骗制时鸭片易于成型 接着是清洗打钩 开好糖的鸭坯放入水池中冲洗 按顺序冲洗糖内 压嘴及压脖 冲洗时让水从内下的开口灌入 从缸门冲出 反复冲洗干净后 左手抓住压脖 右手持钩 钩子入钩部位 又为肩部上方五厘米处 这打钩很是讲究 要做到各个压劈 称正钩直 无论是凉坯还是烤制 都是横平竖直 这样烤制时受热才能均匀 烫坯 烫坯是将鸭坯在滚开的锅里浇烫 烫坯时 左手持钩 右手用大水咬子 将开水从鸭脖子向下均匀地浇在鸭坯上 反复浇烫三至四次 这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使鸭子皮肤光滑绷紧 皮下气体充分膨胀 并使皮下蛋白质凝固定型 起到美观 便于着色 利于烤制的作用 最后 将提前对制好的麦芽糖 均匀地交零在鸭坯上 一般交零两次即可 交零麦芽糖的目的 是使鸭子在烤制时便于着色 而且刚出炉的热烤鸭 更加酥脆 麦芽糖的对制 是将买回来的纯正麦芽糖锡 按一比四的比例 将麦芽糖锡 加水稀释 以备使用 凉坯 凉坯的目的 是为了鸭坯在烤制时 表面蓬化 烤制时更加酥脆 先将烫好的鸭坯 放到阴凉干燥 并且通风的地方进行风干 如果有条件 或者考虑到卫生 可以在凉坯间内 多放几个电风扇 抽湿机等 凉坯间的室内温度 应保持在15至20摄氏度 待鸭坯干透后 再放到0至0下5摄氏度的 冷库内冷冻 保存48小时 进行冷冻排酸处理 冷冻排酸 是指在冷冻过程中 鸭肉的自然产酸 肉质得到改善 以抑制病菌 和腐败菌繁殖 流域鸭子在屠宰前 因为惊恐紧张 造成大量激素类 有害物质 进入